你 是你 你为什么要算计我 快 快给我解开呀 我手都快疼死了 算计你的人不是我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吗 算了 简单地说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叫你现在把它给我解开 我的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解开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他跟你不共得天 你想怎么样 我没有选择了 什么意思 一个抗日分子 落在日本行政队的手里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你要杀你自己的亲妹妹 别再给我提妹妹这两个字 黑道征服没有妹妹 可不 你有妹妹 我就是你同父同母的妹妹 你要杀我是吧 好啊 那你杀呀 用刀还是用枪 我说过 我没选择 但是你有 我有什么选择 快死 或者慢死 你真要杀我 杀了我你怎么和咱爸妈交代啊 天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失踪 多你一个不多 杀你一个不少 再说 咱爸妈也没有理由关我又人 最多就是让我帮着找你 我答应就是了 但是如果找不着 不能怪我 你骗得了咱爸妈 骗得了那些外人 可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你连你自己的亲妹妹都是 你还是人吗 你就是一个狼心走费的畜生 你自己说 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 警告过你多少次 脱毛新的都脱不干净了 你还是这么明顽不灭 那凡你要是听了你的 会有现在的下场吗 所以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人 心比谁都那么狠 你说我畜生不好 说我狼心狗肺也好 我不在乎 因为我要做一个人上人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做就做去 要干就干搞极致 这就是我畜生没这个能力 我该你拼了 这就是我给你的选择 这就是我给你的选择 也算是在暴力 如果你想快死 现在就把他拖了 你没死吗 为何放你 你要让那些日本人糟蹋我 说你不想 但这有你选择 我选择乱习 我选择乱习 快死太平了 我要让你亲眼看到 那些日本人是怎么糟蹋我 最好是天天糟蹋我 我倒也看看我手机 你是不是还能够吃得好 睡着香 是不是还能够笑得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 你的顾家大小姐 是怎么被前日本人 直接追死的 我被这个事 拿给你 我去的 我们的主事 当然 我去的 我来 他还得了 忆生 我拿着 他还得了 他还能够 我 可能 是 就是 把嘴锅堵上 是 这是个疯子 带走 是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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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给她解开 听着啊 送绑可以 老实点 您是特殊人 我上面有交代 你 我 报告 这女人怎么办 我哪里都不去 我要回家 我还有两个孩子 我要回家了 快走 你们别打了 她这样 都是被你们给打坏的 女帝 她打的黄姑娘 漂亮极了 别跟我动手动脚 什么的动手动脚 女帝 为安妇的干活 不是为安妇 我也不可能做你们的为安妇 这这里来的 偷偷地为安妇的干活 来到我的办公室 别 不行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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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带她走 你快走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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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喊她什么 我叫王英 我没有啊 我没喊她 我没有啊 我没喊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英 王英 胆胆的不是 你 大侯女帝来 小儿 回头 大侯蛆 居然 谁不是他 有没有认错 我就算闭上眼睛 也认得出来 这人交给你了 回去看看吴阳福有没有上车 咱们多长时间没见面 我们天天都见面 你应该是每天都梦到我的 很荣幸 那你能告诉我 我在你梦里面死过多少次了吗 你说对了 我天天都梦到你 到底死了多少次了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绝对不是我杀的 我怕脏了我的手 我是把你交给了人民 让他们出去的 几期 说得真几期 没准真的有这么一天 日本现在的确有战败的可能性 但是你卢雅雯等不到这一天 我不需要等 在我心里 你早就死了 你说我当时是怎么爱上的人 当时的卢雅雯像一只小鸟 依偎在我身边 而你现在呢 小鸟 变成什么样了 我是变了 但是你 你还跟以前一样 只是因为我以前眼睛看不清楚 没有看清你的真面目 我感谢展昌 让我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不想给你打嘴巴上的官司 说实话 我挺好奇的 踏坡铁铅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工夫 满天精卫的找你找不到 你却自己躲到了凤氏队里面 这个地方是女人的魔窟啊 说说吧 为什么感兴趣 你还知道这是女人的魔窟 你竟然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这儿了 你怎么想的 我好话来话 跟她说过多少遍了 你不是不知道 这种结果是她自找的 而且我给过她选择 这是她挑的 你给她的选择就是魔窟和地狱吗 你还有脸说 这就是命 你的命 你的命 她的命都是命里注定 申院的上面只有一座独木桥 而能在这座独木桥上面通过的 只有一个人 你真让人喝心 谢谢 你还是这么地漂亮 认识吴清野东人 说实话 我真的是不忍心把你交给日本人 现在说这些 你不觉得可笑吗 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是那么的甜蜜 那么的宽乐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我记得你手上的每一滴血 对 我们两个人就是两把匕首 在不停地相互伤害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爱 这不是爱 我们之间也没有爱 我们之间有的只是家仇国恨 家仇国恨 你的父母不是我杀 可是你杀了更多人的父母 这就是战争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死 弱肉强食 战争不是我们创造的 是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 战争也不是我挑起的 我只不过是随波逐流众的意愿 我在寻找自己求生的机会 所以在这场战争 谁把谁杀了都不能怪谁 求活的机会 你是一个胆小鬼吗 为了生存 你就可以杀死自己的同胞 为了生存 你就可以杀死自己的战友 为了生存 你就可以把自己所谓 最心爱的人送进法场吗 父母 我现在不想和你中了 这些没用的东西 杨梦 跟你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其实我想诚实地跟你谈一谈 不管你怎么对待我的 我要做到人之一见 你现在在我手上 你根本就逃不出去 所以 你当我恳求你也好 再给你一个机会也好 放下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站到我身边了 我辞职 才能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好吗 顾家兴 是你真的愚蠢 还是你觉得我卢雅梦 是一个大笨蛋 我会相信你现在说的鬼话吗 我可以以我父母的名义气势 那你就投降 现在就交强投降 卢雅梦 我一人再人 你不要逼我 我能让你活就能让你死 把你的手枪拿出来 对着我的额头 冲我开枪 让我的血浸在你的脸上 这样你会受用一辈子 你开枪啊 现在我们就让上天来做一个判决 所有的恩怨一笔共性 我数三下让你逃跑 数完之后我就看见 如果打不死你 就是上天在帮你我给你自由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不甘心你看着我 一 你应该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你面前 这样对我们两个来说 都是最好的了断 二 二 行 干嘛呀 建设 快走 到底在哪儿 不知道 我好像在前面吧 杀 你 快走 你们一定逼死我是吗 杀先生 你给我放人 来啊 郭曼婷啊 有本事帮我鸟圈给打死 来啊 你放你放 满婷 满婷 别管我 你开枪 我现在就把他给打死 别别别 别开枪啊 都是一家人 有骂话好善良对吧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两个人谁都走不出去 把枪放下 我保你们不死 放下 顾佳心 你别以为我不敢开枪 我早就不把你当我哥了 我是再不把雅蒙放了 我现在就开枪 满婷 把枪放下 小心老子蹦了你 你把枪放下 小心我蹦了你 老子玩枪了 人要裤子 打我枪口下死的人 一败着脚趾头也算不清 别叫板啊 行山骗我的管上我还能怕你 大不了三人一起开枪一起死 你还真要跟我玩命啊 来啊 开枪啊 别逼我啊 臭娘们儿 不敢啊 谁不敢啊 我数一二三再俩一起开啊 一 二 开枕 臭娘们儿 老子死碎你信不 快点快走 我爱掩护你 快点 老子 你这么早起来找我什么事啊 曼婷 你父母被日本人抓走了 这 不可能吧 我爸他是委政府的人 日本人抓他干什么啊 是少强亲眼看见的 皮脸法 丹人把你的父母抓走了 还批凌发这个混蛋 我现在就带人 把我父母捞出来 你干什么 别冲动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是我爸妈 我必须得去 千万别耍性子 日本人的目标 根本就不是你爸妈 是你 那正好用我一个换他们两个 你绑着我干什么 你把我松开 我要是把你松了 你肯定去做傻事 卢雅蒙 你快给我松啊 不然我来不及了 曼婷 我知道你父母被抓了 你很难受 很着急 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 这个时候最需要冷静了 是 被抓的不是你爸妈 你当然不着急了 我倒是希望是我爸妈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亲眼看着我爸妈 死在日本人身上 所以我知道你现在有多着急 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一样 叔叔阿姨必须得救 但是还有计划的救 不能这么冲动 要不然 不但救不到人 反而会把你自己也给搭进去 那行吧 我听你的 但是你得跟我保证 他们两个得活着从日本手里出来 我保证 一定把他们救出来 你要相信我 还不快给我松绑啊 好可怕 感谢观看